肖战李庆的新剧终于来了 刚一开播就让我们一起回忆那热血的青春 七十年代的北京城虽然下着漫天大雪 但石刹海的滑冰场却满是年轻人的身影 叶国华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位 这个年代的爱情非常的纯真 他在路上仅是一个照面就对女孩一见钟情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对方就上了公交车 不轻易放弃的他骑着二八大杠一边打招呼 一边紧紧地追着对方的公交车 而对方却对他不屑音 没意会的时间叶国华就坚持不住 看到这一幕女孩也露出了一丝笑容 而另一边的萧春生看着却不像他这样的靠谱 但这种特殊的停车方式也让他原形毕露 尽管图书馆已经封禁了 但这也不耽误他来到这里面来干嘛 然而缘分总是非常的奇妙 没多久一个女孩也闯入了这家图书馆 但是两人却没发现对方 直至饭盒地突然掉落 两人都以为对方是图书馆的管理人员 便玩起来猫捉老鼠的有心 然而不幸的是 外面的管理人员真的来了 如果被发现就要被送去公安局 等两人进来后顺着脚印的方向 马上就要发现童小梅了 春生便立马吸引他们的注意 最终春生还是被捉到了 但是他两句话却轻松化解了危机 说起来失职对方明显有些慌了 无奈之下只能放春生离开 小梅也匆忙地逃离了这里 而这次春生只是看到了对方的一个背影 便被他深深吸引了 同时他的好兄弟在滑冰场被混混欺负 对方把他的帽子摘了下来 还对他一番戏耍 原因竟是因为他是部队大怨的 春生也赶了过来 双方都看不惯对方眼看就要火力全开 但是警察突然赶了过来 春生也和对方约定三天后再见 必须要把好兄弟的帽子取回来 等晚上回去后 叶国华给春生提及了今天的事 自己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却不知道他叫什么 于是春生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根据国华的描述把画像画了出来 随后便将其贴到了时差海花壁上 而这里每天有许多四九成的年轻人 肯定能找到那个女孩 而明天就是几人约定取回帽子的时间了 听说对方的混混中有一个狠角色起天 在这里没有几个人敢惹他 但是春生却是完全不服 很快迎来了第二天 而国华的妹妹还将童小梅带了过来 春生却是不知道她是那天图书馆的女孩 她的父亲虽然是军区的副司令 但是她的性格非常的内向不善言语 再次的相遇也让两人的缘分就此开始 然而等他们进来后 却发现了画像上的那个女孩 而她就像是仙女下凡一样成为了焦点 不但叶国华看待了双眼 就连萧春生也为之动物 还以为她就是那天图书馆的女孩子 可不料她是混混那边带来的人 对方质问他们寻找画像的叶国华是谁 就这样本来就不对眼了两拨人 就要大打出手动起手来 女孩只是给了一个眼神 就将这两拨人迷得神魂颠倒 自此以后 萧春生每天做梦梦见对方 想起贺洪林的英容笑貌心理早已生出涟漪 叶国华也时常发呆回想起来对方的身影 而另一边的齐天直接向女孩表白却被拒绝 他很是不服气 甚至两拨人因为此事还打起来擂台 而警察已经暗中观察许久 等他们动手就将其一抓获 此时突然老江湖梁东赶了过来 他给双方做了一个合适劳 听到这里萧春生便答应了和解 双方这才没动起手来 而警察赶来却没搜出来任何武器 便没有理由抓捕这两拨人 而他们三个人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还成为了朋友 梁东曾经是北京赫赫有名的武术高手 获得了很多荣誉还有挂满墙的奖状 萧春生不禁对梁东刮目相看 并且他的梦想就是当兵报效国家 便想着和梁东学习武术 对方爽快地答应了他 另一边叶国华连夜来到贺洪林家里 他万万没有想到眼高于鼎的贺洪林家境竟如此贫寒 于是便更加心生怜悯 而这么晚了贺洪林却没在家里 他父亲去世的早母亲体若多病 只能四处打零工维持生计 今晚他便在菜站搬白菜 并且双手都已经冻伤了 身为邻居的梁东经常地接激他 此时他已经喜欢上了萧春生 一旁的齐天心里很不适滋味 但他也是个洒脱的人 便把贺洪林的家庭情况告诉了萧春生 还决定自己主动退出 因为贺洪林并不喜欢他 萧春生看到他的手动得又红又肿 心里说不出的心疼 便主动送贺洪林回家 你喜欢我吗 面对这一问题 萧春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因为他好兄弟叶国华也喜欢贺洪林便说不出口 而这一幕也恰好被躲在暗处的叶国华看到 心里便酸溜溜的 等贺洪林回去后才得知叶国华曾来过 贺母对他非常的看好 而此时贺洪林心里却住着另外一个人 而萧春生之所以没去征兵 是因为他要照顾早年在战争中受伤的父亲 他让姐姐萧燕秋做了一碗红烧肉 随后便给其父亲送了过来 而他的父亲因为陈年就是有时糊涂有时清醒 萧春生也只能配合他演戏 因为在他心中父亲是一个英雄 便想等他的问题澄清以后再去当兵 另一边的叶洪林原本出生在音乐世家 但是家庭也发生巨大变故 唯一的爱好拉小提琴也只能在音乐课上 才能大势拳脚 他的梦想就是做一个文艺兵 但却也是机会渺然 相比之下副司令家的女儿童小梅 父亲想让他去部队做文艺兵 但他却酷爱着医学 也经常想起图书馆曾救过他的萧春生 但是两个人现在还没有相认 萧春生更是把贺洪林当作是图书馆的女孩 便对他发起了求爱攻势 男人只是看到女人的手动伤了 第二天一大早便来给他送擦手游 看到萧春生对自己这么上心 贺洪林非常的开心 萧春生还得知贺洪林想考文艺团 非常的喜欢拉小提琴 可因为条件限制只能在上音乐课室才敢拉 萧春生可是一个妥妥的行动派 为了能让他拉上小提琴 赶忙找了一辆三轮摩托车 准备满足贺洪林的这个心愿 带着他来到长城散心 这里没有任何人打扰 可以肆意呼喊挥发心中的情绪 贺洪林也开心地对着天空呐喊 随后他便站在长城上拉起来小提琴 悠扬的琴声在城墙上回挡 萧春生被贺洪林的气质和琴声深深打动 随后他也非常应景地吹起来口气 两个人越聊越投机渐渐互生情愫 但是两个人真的能在一起吗 萧春生错把当初图书馆的女孩认成了是贺洪林 并且自己最好的兄弟叶国华也非常的喜欢他 还送给了他这个年代特别贵重的录音机 贺洪林满心欢喜 萧春生也不闲着地帮助贺洪林来颁白菜 贺洪林每次看到他都非常的开心 兄弟两个都对贺洪林展开了求爱攻势 这天叶国华来给贺洪林加送美酒 进来后却看到了萧春生在这里 两兄弟的不期而遇让他们都很尴尬 现场顿时变成了非禁止画面 贺母非常的喜欢叶国华 尽管腿脚不方便也特地赶来欢迎他 贺洪林听到这话气得直接无语 而萧春生为了兄弟情义便故意称要离开 给他们两个独处的机会 贺洪林怒气想着故意气萧春生 叶国华还以为自己的春天来了 等第二天几人来到华冰茶 萧春生看着两个人成双成对的 也只能假装自己毫不在乎 即便两人擦肩而过萧春生也没有理他 贺洪林就更加生气了 随后等叶国华去买吃的的见习 便赶忙来质问萧春生 自己喜欢谁都不敢承认 简直是太怂了 因为萧春生就是在嘴硬 而这一切也被叶国华的妹妹叶芳看在眼里 她就是一个人间清醒 随后几人坐在一起吃糖葫芦 萧春生为了刺激贺洪林 便称到自己有一个喜欢的女孩子了 还绘声绘色讲述了他们在图书馆的经历 童小梅才知道那天在书库救她的是萧春生 她也一直在寻找萧春生 而童小梅虽然现在不敢跟她相认 但是喜欢的人也终于找到了 贺洪林却觉得她在编故事 根本不相信她的鬼话 等晚上回去后 妹妹叶芳提醒叶国华远离贺洪林 她看出来贺洪林显然是利用她弃萧春生 叶国华很是不服气便不让她多管闲事 贺洪林竞争贺洪林 然而第二天她就率先将女孩约了出来 两个人的感情也逐渐升温 可好兄弟却直接从对方母亲下手 看样子是想走个捷径 直到这一天女孩家里发生失火 其母亲虽然被及时地救了出来 但因为急火攻心心脏病突然发作 为了及时救治春生立马去借三轮车 此时的叶国华突然开车赶到 急忙地把贺母抱上了车 火速地奔向医院 等春生赶过来对方已经不见了 好在是贺母抢救及时没有生命危险 虽然这次多亏了叶国华 但是贺洪林还是选择了春生 心灰意冷的叶国华决定去参加军队继训 还萌生了一个抢回贺洪林的计划 我想尽快参军 而贺洪林也赞助在了春生家里 但春生的父亲有老毛病容易放不动 还沉浸在那个战争的年代 马上换成行军床 是 春生便把家里布置成指挥室 并且洪林配合着春生一起演戏 春生也非常地感激洪林 但是好景不长的是 参加集训的国华突然打来了电话 他知道洪林的梦想就是参加文艺团 现在正好有一个机会 并且放宽了尺度 只要才艺好就能入选 洪林也非常渴望能有这么一个机会 此时的春生却恨自己能力不够 但他还是很支持洪林 等国华集训回来来到春生家里 显然洪林已经把自己当成了女主人 等春生回来后 他看到两个人相如以沫的样子 心里更加的不是滋味 而这次参军的初检通知也该下来了 萧春生却是迟迟没有等到军区的电话 另一边国华的父亲已经得到了消息 春生这次并没有通过政审 但国华并不打算把此事告诉春生 反而是来找到童小梅 他知道小梅有一个去文艺团的名额 但是他的梦想是做一名医生 便想着让小梅把名额让给洪林 春生得知了这个消息满心欢喜地来找洪林 洪林也特别高兴终于迎来了机会 两个人可以一起去当兵了 于是为了考核通过便练习起来小提起 本以为迎来了春天 却被国华的一句话又刺激到了 至此以后只有春生还被蒙在鼓尾 两个人都不打算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同时小梅得知了这个消息 急忙地赶到春生家里打算告诉他 而此时春生并不在家里 他将自己积攒已久的积蓄 帮助洪林买了他最喜欢的一个小提琴 等他赶回来后洪林却撒了火 而洪林看着琴和面临着两难的选择 一边是爱情一边是理想 心里逐渐有些动摇了 第二天小梅看不下去了 他不想瞒着自己喜欢的人 得知了这个消息的春生 感觉命运非常的残酷 翻来覆去的怎么也睡不着 同样洪林也是如此 等第二天春生也没有怪罪他 甚至还当做什么事没有发生一样逗他开心 而洪林还是来参加了考核 并且顺利通过 自己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随着大院里的兄弟一张合影拍完后 洪林也将踏上去参军的旅程 两人也将开始异地点生涯 胖子想要将男人活活勒死 可男人却也不是擅长 随手拿起来掉落的眼镜图 直接插入胖子的眼睛 竟然表面慌张内心却早已盘算好退路 第二天便向大哥匆匆告别 躲到了保定同学的老家里 自此以后男人改过自新开始温习书本 想要靠自己的实力走向人生巅峰 而这还不止 更有美女同学时常扮起左耳 并且他非常的喜欢对方 每天都相处在一起令他心旷神移 陈红军本以为自己的春天就要迎来 直至这一天春生接到了公安的电话 陈红军最终还是没逃过入狱的命运 难道这就是他的宿命吗 在这个年代他所犯的罪可以直接枪顶 因为被害女孩万芳的父母都是部队的高官 而因为突然发生的这件事 叶母也接收到了女儿被退婚的消息 这便让他更加担心远在保定的女儿 第二天便匆忙地赶过来看他 为了安慰他给了一个大大的拥抱 可不料女儿像是没事人一样 他这才发现了端倪 原来是一天前他遭到了催婚 未婚夫的母亲团长下达了命令 要他们两个今年就结婚 可万芳并不喜欢对方 但团长的命令无庸置疑 他才是出此下策的 而叶母为了替女儿收拾烂摊子 便赶到监狱来看陈红军 必死无疑 听到这里陈红军慌紧了 然而叶母又给了他另一条路 让他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 前提是必须要入坠 陈红军此刻也只有这一条路可以选择 随后叶母便给他编造起来剧本 最后一个要求就是必须要对叶芳好 陈红军爽快答应了 而两个人因为这件事走到了一起 也会为以后的感情埋下福 等回来后叶国华为了替妹妹出口气 准备把陈红军暴揍一动 好在是萧春生及时感到阻止了他 随后春生便向万芳了解清楚了来龙去脉 便质问万芳是否喜欢陈红军 万芳回答不出来 他只知道和对方在一起很舒服 春生这才是松了一口气 但是舒服并不一定是喜欢 等两人的订婚宴 春生看出了陈红军不太高兴 便将他喊了出来询问情况 陈红军不高兴的原因 就是不确定万芳到底喜不喜欢他 红军听到这话才是喜笑颜开 而春生的这句劝说 也会为日后埋下隐患 随后大家做到了一起吃饭 万芳觉得这件事不能就这样的 于是便向大家坦白了 这是他的计划 他的父母原本是想让他保守秘密 见女儿说出来了便愤怒离去 而两人的感情真的能够长远了 好男儿志在四方 这是肖战新剧最开心的一天 但也是他最不舍的一天 因为无论多好的友谊和爱情 也会有分离的那一刻 好兄弟叶国华和爱人红林 都将踏上当兵的路程 春生无法左右红林内心的欲望 他心里最爱的还是他自己 最终还是为了梦想选择离开春生 尽管内心再不舍他 也只能目送着对方离去 就这样两人便开始了异地恋 回去后的春生既心酸又失落 他的内心一直都把参军当作梦想 但三年都入伍失败 将会成为他永远的心结 春生看着墙上的海报 相信自己有一天一定会成功的 接下来的日子里 两人只能书信往来 红林称道他在云南一切都好 春生也为他感到高兴 自此以后两人的书信越来越频繁 都在互相鼓励着对方积极向前 但这段爱情真的能这样维持下去吗 另一边小梅像往常一样 来给春生的父亲测血压 他内心一直都暗恋着春生 正能量爆棚的他鼓励春生振作起来 现在也迎来了大改革 接下来春生便开始了自己的打工生涯 魅力十足的春生第一天上班 就被老板娘看上了 不仅工作期间刻意接近吸引他的眼球 就连下班时间还要去约他看电影 对不起啊叔啊 此时的老板娘显得非常的感大 只能失落落地离开这里 等第二天老板娘就不像昨日那般热情了 此时突然独眼霞的小弟来喊春生 春生赶到后就发觉没好事 因为出了名的小人李尚游也在这里 果然是两人商议让他把供销社的东西偷出来 然后再高价将其卖出去 春生听到这话便直接拒绝 独眼霞殊不知自己正被李尚游利用 等春生离开后 李尚游竟直接调戏启独眼霞的老婆来 小慧对这个小人也无可奈何 同时陈红军和叶芳正在进行一场赌博 他们刻苦学习就赌高考会有恢复的那一天 果然没多久便恢复了高考 两人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 春生也为他们感到高兴 大院里的兄弟都距离梦想越来越近 只有他还是遥不可及 另一边远在云南的红林也迎来了转机 新兵的慧眼马上就要开始 团长看他平时比别人都刻苦地练习 便对他非常的看好 春生收到了这个消息也为他感到高兴 但是第二天他便听到了别人嚼舌根 甚至还对众人说到他是走了后门 很快也迎来了慧眼 红林不负众望完美地表现出了自己的天赋 台下众人纷纷对他刮目相看 宣传干事李东正一眼便看中了他 随后迫不及待地来认识红林 好在是叶国华及时赶到替他解回 而李干事并不打算放弃 第二天便特地来等红林 而红林却对他不屑一步 但这也导致了同事对他更加嫉妒 每天都在背后说他的坏话 他也实在心泪便和春生的书信逐渐减少 春生为了好兄弟决定挨一管差 而黑子本来还在犹豫 李上游便开始刺激黑子 黑子一怒之下便刺激了春生的身体 小春生强忍着疼痛 把好兄弟的准考证拿了回来 黑子和他们之间的恩怨也告一段落 而陈红军也非常地感激春生 在春生的帮忙下 红军及时地赶到了考场 等他们进去后春生才放了心 随后便坚持不住倒了下去 好在是在考场附近值班的小梅救了他 小梅很是心疼春生 还给他准备了一些吃的 眼前的良配春生却总是错过 等春生恢复后 第一时间先是来到了邮局 去参军的贺红林 已经很久没给他游过信了 他内心的失落感油然而生 而此时的贺红林也出现变捕 当初团长误以为他是首长的女儿 所以把他安排到最前面的位置 现在得知了他没背景 便把他撤了回去 红林深深得知任凭自己在努力 也始终不如那些有背景的人 到了晚上他便开始高度发烧昏迷不醒 好在是在部队的国华赶了过来 春生 醒了之后他才发现这是国华 不得不说异地恋确实很艰难 此时的春生正在河边和小梅谈心 两人一个梦想是当兵 一个梦想是做医生 所以约定好了看看谁先完成梦想 另一边的李尚游也露出了真面目 进光天化日又调戏起黑子的老婆来 而这也是小慧的一个计划 他早已经通知了黑子 黑子发现了李尚游的真面目 便对他一顿报道 随后黑子在小慧家人的见证下 两人也将踏进婚姻的殿堂 另一边高烧的红林醒来后 从国华的口中得知了 上了军区报对自己前途有很大用处 而负责此事的是宣传部李长征 此时的红林便动了歪心思 第二天便约了最讨厌的李长征 为了上军区报跟着他拍了一天的照片 等回来后国华等他们许久了 他万万没想到两个人会在一起 李长征还借此机会嘲讽国华 此时的红林便说到国华各方面都不如李长征 但是有一方面比他强 肖战兴趣终于迎来了当兵的机会 得到这个消息一家人开心地庆祝了起来 遗憾的是本应该高兴的一天 肖父却又糊涂了 尽错把小梅当成了自己的儿媳妇 那个人不是我 您认错人了 虽然小梅表面上否认了自己不是 但随后还是给肖父加了一块 他最爱吃的红烧肉 春生非常庆幸有这个朋友 他嘱咐小梅自己走后一定要加油 早日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临走之前春生又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自己的好兄弟齐天也提前出狱了 两人激动地相拥在了一起 高兴至于他便委托 齐天照顾好自己的家人 齐天爽快地答应了 随后一众人都来迎送春生离开 然而宋军千里也终有一别 自此萧春生便踏上了自己的军律省压 第一天便进行了八百米长跑 遗憾的是他只拿了第二名 看来这次是遇见对手 等众人回宿舍后还发生了走动 段磊听到这话以为他是在故意欺负人 他看不惯对方便抖起来衣服的会 其目的就是激怒对方 果然对方按耐不住地对他大声呵斥 两人谁也不服谁因此便大打出手 好在是春生及时阻拦了他们 在他的一番劝说下 成功阻止了这场战斗 而另一边的国华已经成功容身排长 他这次还被调过来训练新兵联的 变成了春生的上司 而此时一生要强的春生拼刺刀又输给了段磊 看来这是他一生之敌啊 而后两人又比拼起来引体向上 这可是萧春生的强项 以前每天晚上他和国华都在坚持训练 最终在他不懈的努力下做了70个引体向上 众人纷纷拍手叫好 随后便轮到了段磊 没想到对方就像是玩一样 轻轻松松便做了109个 就在两人还在暗自较劲之时 国华也赶了过来 春生看到他非常的激动 国华以后将对他们的新兵联进行训练 春生得知他当了排长打新笔替他高兴 随后国华便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红灵 红灵也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并且新兵联的慰问演出两人就可以看到对方了 很快也迎来了这一天 红灵忍不住的偷偷地看向了春生 随后终于等到了红灵的表演 春生看见了许久不见的红灵 瞬间激动的眼中含着泪光 而这股年少炙热的爱意是藏不住的 春生就差自己的眼睛掉下来了 但是两人现在还不能私下见面 一切的训练也将继续 但是春生始终都是第二幕 甚至和段磊有很大的差距 到了晚上好兄弟叶果华便鼓励起他来 失败乃成功之母 春生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于是便决定展开自己的心目 在同志们都在睡觉的时候 他便一个人开始起来夜跑 他相信自己有一天一定能战胜段磊 自此以后他便开始了没日没夜的训练 其目的就是为了锻炼好身体素质 从而战胜能做108个引体向上的对手段磊 而段磊看到了对方这么的有意义 不禁也对肖春生刮目相看 两人惺惺相惜变成了朋友 肖春生的军旅生涯又多了一个好兄弟 而远在家乡的小梅每天都来看望他的父亲 大晚上的还亲自做了四彩一趟 但是下一秒他就被扎了心 小贺儿 我又呼吸着吧 糊涂的肖父竟把他当作了贺洪林 平日里坚强的小梅在此刻却潸然泪下 暗恋一个人真的是很卑微 随后他便来到了春生的房间 看着春生屋子里的东西开始左右四人 又回想起来春生曾经鼓励他积极向前 希望他能好好学习早日实现理想 春生说的话他肯定会放在心里 第二天便踏上了自己的学习之路 来到大学的课堂上进行旁听 他渴望下次和春生见面自己变得更加优秀 自此以后小梅白天先是在医院忙碌 又抽着闲暇的时间来到学校 最后再次来陪春生的父亲 每次都将春生游记回来的信读给肖父听 听着听着肖父便摇了头 听到儿媳妇小梅心里抿滋滋的 果然一个称呼的反差还是非常大的 随后肖父的一句话令他毛色顿开 想万次不如做一次 趁着年轻就应该多出去历练历练 而后在和春生的姐姐燕秋的谈话中 得知了他想出去闯荡闯荡的念头 也许他为了春生将会踏上医疗兵的旅程 随后他来到春生的屋里来找钢笔 却发现了当时图书馆的那个书签 他没想到春生竟一直保管着 看来自己还有一丝的希望成功 另一边出了狱的齐天最终向生活低了头 老板 想走着 以前做大哥的他现在也开始了打工生涯 而好兄弟的春生委托他也不会忘记 虽然每天都来工作地点接燕秋回家 可他却想着做春生的姐夫 但是燕秋却喜欢上了眼镜男 恰好此时眼镜男竟要跟他表白 两人马上就能在一起了 但是齐天突然赶来打断了两人的谈话 他直接将小眼镜的背景拔了出来 没想到小眼镜却死不承认 随后齐天便把他老家的车票拿了出来 他已经派人亲自过去正式过了 明明自己家里有老婆却还在沾花惹草 就是想要在北京落个户口 齐天想要把他的事迹宣传到学校 小眼镜吓得只能连连道歉 这次好在是多亏了齐天 自此以后齐天便每天来到春生家里 肖复见到他来还主动给两人躺了位置 两人也渐渐互生情愫 而春生的新兵训练营也终于结束了 全体人员放假两天 春生便第一时间来见他心心念念的红铃 好不容易盼到了这一天 两人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可女友却是一个失业闹 两人仅相处了两分钟 他就要折返回去 甚至为了自己的军女生涯 还和好姐妹谎称两人不是恋爱关系 但到了晚上 萧春生还是请他来吃了夜宵 他满心欢喜地向红铃倾诉自己的心事 但对方却是想着吃完赶紧回去 因为隔壁桌的几个恶霸正在威胁一个商人 要出价一万买他一百万的废罪 男人自然是非常的不乐意 可恶霸又要拍桌子动手 你甭吓唬我 我向来也是走乱闯鬼的人 商人说完这话便又开始怂了 奇怪的是大哥贾涛不但没有发怒 反而是让他离开了这里 但是商人没走多远对面就跟了上来 随后便将其团团围主 准备用螺丝刀了截掉他 商人见状便像是打了鸡血一样疯狂逃跑 恰好和萧春生三个人撞了个正招 干什么你们 对面看到是军人便开始有些犹豫 众人都纷纷讨论要不算了吧 可贾涛却是一个亡命之徒 他可是不管这些 春生见状便让红灵赶紧去报警 但红灵不想临阵脱逃 商人等不及了便急忙溜走 恶霸见他逃了便迅速地冲了过来 双方人直接混战到了一起 春生和段磊轻松地抵挡住了对方的攻势 而红灵作为一个文艺兵 众人把矛头便指向了他 但对方并不打算放弃 断雷一脚成功解救了两人 此时警方及时地赶了过来 贾涛见状便迅速地逃走 可春生并不打算就这么放弹离开 就在两人僵持不下之时 贾涛一心想地逃走一个闪身 两人都倒了下去 等众人赶来全都傻了眼 春生无意之中匕首踏入了对方的胸口 他陷入了巨大的恐惧 等第二天他已经躺在了病床上 醒来之后他顾不得自身的伤势 转身便来到了红灵这里 不得不说他对红灵是真爱啊 好在是两人都没有大碍 本国华赶到后不但不关心春生的伤势 而是埋怨他没保护好红灵 好在是红灵解释了当时的情况 国华这才关心起春生的伤势 对敌人的刀箱棍棒 伤得了我身 国华听到这话就得知了他伤的不动 而警方也对他提出了嘉奖 还要向部队为他们三个人请光 而贾涛当时是当场逼命 虽然春生被定义为了正当防卫 但还是给他的心灵造成了巨大创伤 另一边贾涛的哥哥贾回也不是擅长 他得到了弟弟的死讯 便决定不让春生活着离开昆明 在他出院的时候解决掉他 而警方也抓捕贾回很久了 决定趁着这次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 等到了出院的这天 没想到对方竟要当着警察的面动手 迎面的一群杀手准备解决掉他 可他却丝毫不慌 因为自己身边全都是便衣警察 对面几人也看出了端倪便没有动手 可他们并不打算就这么轻易放过春生 便在他乘坐的公交车上安排了眼线 等待护送春生的警察全都下了车 随后便在他的必经之路设好麦 正当他要扣动扳机之时 身后的警察迅速阻止了他 设黑设恶的贾回被成功抓换 原来春生早已经看出了公交车上的眼线 便故意让对方得知了警方撤退的消息 随后又上来了一批穿便装的警察 把他的措处不及 段磊听到了春生的计划对他刮目相看 不愧是读了孙子兵法的人 而两人的这次出行都立了大功还领了证 春生为此感到深深自豪 因此还特地请假一天来看女友 但是此刻两人的观念已经不同了 春生认为他们两个一定能走到最后 红林却是没什么信心 而春生现在心中的第一位是红林 但红林心中的第一位却是前途 并且在部队的门口他也不愿意救 而春生的这股热情却始终没有减少 但第二天团长便听见了风声 普通士兵是不能谈恋爱的 红林只好矢口否认他不可能谈恋爱的 团长让他最好以自己的前途为主 爱情和理想在此刻产生了冲突 红林也已经慢慢地动摇了 而新兵三个月的训练就要结束了 领导让国华选几个优秀的人组成精兵班带走 国华看到训练成绩单时 发现了春生的武功里负重越野不达标 此时一个艰难的选择提抛给了国华 他很犹豫是不是应该帮春生一把 而选精兵班的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权益 就春生自己还蒙在鼓里 难道是好兄弟故意不说的吗 但是等第二天宣布精兵班需要比拼的项目时 国华还特意地把春生不擅长的负重越野取消掉 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帮春生一把 但这么传统的项目取消了很多人都不服 国华只好称这次比拼以技术为主搪塞了过去 但是吃饭的时候还是有人嚼舌根 称春生全靠着自己有熟人 萧春生这么要强的人听到这话自然不服 随后便找到了国华让他恢复项目 他不想让别人看不起 国华在他的一番强烈要求下 也只能答应重启负重越野 而另一边上了大学之后的红军也发生了变化 因为以前夜方让他背的黑锅 导致两人产生了很大的隔阂 本来就自卑的红军逐渐开始后悔了他的选择 当初劝说他的春生也将背一个大锅 而齐天也开始了自己的挖药挖生涯 燕秋看到这一幕又回想起来 他自己积攒的积蓄偷偷放到了他的家里 便慢慢地被对方感动 同时红灵也来到了新兵莲体验生活 劝说国华不要因为春生的较真跟他怂起 而春生却是一个追求公平的人 他又开始了没日没夜的腹中训练 红灵看到他这样很是担心他扛不住 而女友却认为排长已经帮他放了水了 为什么不走这条最好走的路呢 而萧春生认为难走的路才是上坡路 两个人的观念在此刻产生了分歧 红灵还认为普通士兵是不能谈恋爱的 只有提干了才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 让他也应该为两人的未来考虑考虑 价值观的不同也让两个人都很无奈 其实他们也没有谁对谁错之分 而国华为了这件事还在犹豫不决 回想起来两人以前都是自己拖后腿 春生各种地照看他 于是心中便做出了一个选择 这次该轮到他照看春生了 随后便陪着春生来一起练习 但是现在两人的思想是完全不同的 第二天便开始了精英班选拔 几个项目比拼完之后 毫无疑问萧春生成功地入选了 但是没有武功里负重越野众人却都不服 面对众人的质疑声国华也只能承到君令如山 眼看这件事已经无法挽回了 春生便叫来了最不服他的梦景主来做见证 由他和傅仲越野第一名的断媒 展开一场真正的较量 而春生之前连续数日的训练没有白费 突破了自己最弱的项目也让他开心不已 梦景主也不禁对他刮目相看 落后三分钟的这个坎也终于过去了 而远在家乡的小梅日常地给萧复 读着他游记回来的信 这次里行间的新鲜事迹又一次打动了小梅 他也想看一看那广阔的世界实现自己的青春理想 于是便放弃了自己两年的背口 通过特招踏上医疗兵的旅程 去救治更多有需要的人 新的时代也即将迎来 小梅瞬间开心的何不拢走 尽管他的父母不支持他 他也要迎接呢 另一边在叶国华的严格训练下 很快他们掌握了过硬的特战技能 逐渐锻造成了守卫国家的尖锋利人 但是这段时间却疏忽了自身的训练 甚至最优异的射击也偏离了把心 国华称道对这一方面还是有信心的 多练一练八十环肯定没问题 很快这件事也传播了起来 一向搞事情的孟金柱想要难为国华 便当着全练的面让国华表演一下设计 春生不想他出丑便赶忙帮他解备 此时国华让他们入列 爬下来对着把心连开水槽 经过测量是八十九环 看来这次是春生格局小了 而春生也只是为了兄弟好 可是现在和以前并不一样了 红灵劝说他不能把他的纳树光 把别人的纳树光给湮灭了 听到这话春生豁然明朗 而这几日却是国华也开始堵着他 于是便来找到国华承认自己的鲁莽 给国华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在军队的兵就应该严格服从上级的命令 看到春生深刻的反思 两人又重归于好 黑心的商人不给员工发工资 却转身来到麻将桌搓牌 旗下的员工都在叫苦连连 燕秋更是需要这笔钱补贴家用 而此时正好被退役的黑老大听到 他可是刚刚从监狱里走出来的 恰好他也是来到这家工厂打零工 随后再和燕秋吃饭的间隙 把自己手里的积蓄递给了对方 让他拿着钱暂时先应急一下 等第二天他来厂里结工钱的时候 意外听到了厂长要去搓麻将 等对方离开他便尾随气候 最终在麻将桌桌到了他 厂长听到这话便嚣张至极 称道这是跟他没一点关系 齐天见撞文的不能来便来武 一旁的男人听到他是拉货的 便准备跟他动手比划比划 却被齐天直接按在了麻将桌上 此时外面的人闻声赶了进来 此人一眼便认出了 他是名镇四九城的齐天 直接把在座的几个人吓尿了 等到第二天厂长便学习了穿剧便利 面带笑容地将工资发放给了燕秋 还扬言到以后厂里的效益放在第二 员工的工资放在第一位 自此以后燕秋便更加对齐天刮目相看 还让齐天不能一直干体力活了 以他的能力一定可以寻找到机会追梦成功 这话齐天也听进去了 另一边春生在军区门口发现一对母子 一番询问过后才得知是阿毛的老婆 热情的春生赶忙来告知他这个消息 在这个年代一个人带着孩子出门也很厉害 随后春生和段磊又赶了出来 两人特地的带他们来吃当地的特色 战友的这一举动也让阿毛很是冷心 等他们母子安顿好之后 春生很是好奇为什么阿毛22岁 孩子都那么大了 在这个年代都有一些不容易的记忆 阿毛因为家到中落逃到了农村 当时年纪还小的他被一个大哥收留 在他绝望的时候给了他一丝希望 可遗憾的是后来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转 那位大哥为了救他不幸身亡 他便决定撑起来这个家 两人被他的故事深深地感动 等到第二天国华便开始批评他 是不是忘记了自己还有个女朋友 红林都打了好几个电话了 可他现在却是分身乏术 无奈之下只能叫红林一起 明天陪阿毛的家人一起逛集市 我去吵什么热闹 而虽然红林有点生气 但听到战友明天要去集市便也要一起去 等第二天还故意制造了偶遇 两人也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假期 将阿毛家人送走的那一刻 春生的军旅生涯又多了一个好兄弟 经历过这件事之后 春生在部队里更加闪闪发光 变得更像是一个领导了 身为上级的国华 感觉到了两人的关系 也在渐渐疏远 萧春生命运的齿轮发生了反转 一场残酷的战役 致使他双腿残疾 他和红林的爱情也即将走向末端 几天前红林收到了母亲心脏病发作的消息 一番焦急之下 他第一时间找到了叶国华帮忙 因为此刻只有他才能帮助自己 好在是母亲进入了手术室 就只及时没有大碍 而男朋友萧春生还蒙在鼓励 还是通过别人的口中得知了这个消息 第一时间便向红林了解了情况 可是住院需要四千的住院费 在这个年代这个数目太大了 姐姐在家里翻了老本也只有一千二 战友得到这个消息 也纷纷向他伸出援手 可红林那边医院里已经在催了 无奈之下他便向叶国华张了口 爱情最终还是输给了面包 春生好不容易凑齐的一些钱 也被红林拒售了 此时的他只恨自己能力不够 战友坚心理咨询是阿毛来给他指点迷津 可这也是两人的最后一次交情了 不久后一场战争凝面起来 众人出发前纷纷写好家书 因为这场战争九死一生 同时小梅也将踏上城城 听到这慷慨激昂的话语 领导立即批准了他这次惨战 但是战争开打以后敌人的剑线弹 对我军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必须要赶在撤退前 摸清楚对方剑线弹的位置 可上级要求必须规定时间内撤子 焦急之下国华便赶忙的来接应 孤身潜入敌营寻找剑线弹的春生 可是不小心踩中了一颗地雷 而附近还时刻会有敌人出现 先军一发时刻春生发现了他 观察了周围没有异样之后 便向国华赶了过来 随后在春生的侧坛下 发现了这是松发式不逼地雷 就算排掉了上面的下面的也会爆炸 国华在如此绝望的时刻决定他抗一次 以前都是春生帮了他太多了 这次他不想拖累春生了 可春生永远不会抛下战友离开的 即使不是叶国华也一样 他便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用匕首死死地扣着地面 好在是没有发生爆炸 随后让国华先离开了危险区域 把匕首撤了出来自己的脚踩了上去 令人窒息的数秒过后 春生又将叶国华喊了回来 把发射箭侠弹阵地的坐标交给了国华 让国华带回去随后再来救他 最终萧春生把生还的机会留给了国华 只剩下他一个人估计地站在那里 此刻的他化身为真正的英雄 而这次行动伤亡惨重 梦金柱前阿毛也在这场战斗中牺牲 乃至萧春生也只剩下半条命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只是有人在负重前行 国华焦急地一直等到了晚上 好在是小梅就毁了他一条命 原来当天春生还是被敌人发现了 用命又堵了一把翻滚了树米 才保住了幸运 并且春生还把此次件现弹的功劳让给了国华 将士们都以为是他做得都非常敬佩 国华被虚荣心冲昏了头脑 他也没有否认这件事替春生证明 红灵也在火车站一直焦急地等待春生归来 好不容易懂得了国华 而国华也并没有把真相告诉他 只是称道春生受伤了 就他的事却吃自卫皮 可怜的春生因为腿部和脊柱严重受伤 可能以后就再也当不了兵了 他唯一的梦想就此破碎 男人犯了军中大击冒领兄弟军功 在一生生的掌声中逐渐迷失了自我 可真正的功臣却心大地玩着小飞车 声称要享受飞一般的感觉 可他很快就笑不出来了 接下来一系列诛心的事接踵而来 他的脊柱神经部队医院无法治愈 只有回到北京才有一丝希望恢复过来 可他都已经这么惨了 女友一周却只抽出来一天的时间来看他 剩下的六天忙于工作致使他马上升职 小梅告诉了他现在春生是最需要陪伴的时候 可平日里的恩爱在此刻却尽显廉价 随后他便当作没事人一样 来参加国华的假阴谋报告会 等晚上国华把茂里军功的事告诉了红灵 他也并没有帮助春生距离力争 反而是越发地觉得两人不是一路人了 此时他需要再陪着春生回北京治疗 以及自己留在部队成为团长做出一个选择 但他心中已经有了答案了 而春生这边虽然白日有小梅陪着他 到晚上却还是心事重重感到不安 终于这一天生活又一击中拳打在了他身上 一生心怀大意为国家情怀而活的老年 却没有享受过半点幸福 最终在精神和病魔的双重打击下离开了世界 春生听到这话痛心刻骨 此刻的他是有多么的绝望啊 他一心付出的兄弟和女友却躲得远远了 唯一来陪伴他的连长却告知了他 以后不能再当兵打仗了 奉劝他做一个文职 他的梦想也被扼杀在了现实中 也只有小梅在一直地鼓励他安慰他 承诺一定会帮他把脊柱治好了 春生的心情这才稍微缓和过来一些 可下一秒女友又来劝说他 自己马上就能成为乐队队长 让春生同意文职的请求 可当兵报效国家是春生的梦想啊 此刻的春生拒绝了他 他会为了他和他父亲的梦想坚持下去 可红林只想着前途的问题 道不同也不相为谋 随后春生画起来其父亲的画像 又回想起来他曾经说过的话 平日里坚强的春生在此刻又潸然泪下 而国华和红林两个人都知道 如果互换一下身份春生肯定不会冒领兄弟的军功 也一定会决然地放弃前途跟着爱人回去北京治疗 可是两个人明知道却都做不到像春生一样 他便第一时间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春生 春生打心底地替他高兴 可红林却流出了鳄鱼的眼泪 话里话外地表明了分手那两个字 春生不甘心地反复问了三遍这个问题 红林的沉默也诠释了这个答案 在春生最低谷的时候 他把平日里的傲气全部放下卑微地挽留红林 可对方却决然地遗弃了他 梦想背断前途茫然父亲事实女友分手 多重的打击致使他只剩了残破的去巧 等第二天他来看望钱阿毛和梦金柱 随着向两位烈士好兄弟敬下的这瓶白酒 此刻的春生也彻底释怀了 第二天踏上了回北京治疗的路 而好兄弟和前女友却都没有来送他 春生也一定可以东山再起 小梅也一定会把他的腿治好的 男人腿被炸伤被迫结束了他的军旅生涯 可时隔数年家里早已经物识人非 他与父亲所见的最后一面 竟是只看到了他的黑白照片 也只能捧起来父亲的奖章赌物私人 身上的这枚五角星 也告诉了他不能轻易被生活击溃 而另一边的小梅也选择了复原 就是为了能把春生的腿治好 而小梅做的决定没有人可以改变 等第二天春生便来到了医院接受治疗 可医生称到这次手术的风险很大 如果神经受损的话会更严重 而这次手术的成功率是70% 春生不想成为废人便决定补这一把 当他还在冒着终身残疾的风险进行手术时 此时他的好兄弟却在谈情说爱 全然忘记了他的命是春生的腿换来的 前女友也充分诠释了曾经恩爱的脸颊 好在是春生的脚也终于可以动了 但是还不等他们高兴 随后医生又跟小梅撑到他的右腿感知较弱 岂有可能是神经受损了 尽管小梅听到这话非常的担心 可他还是为了鼓励春生告知对方手术很成功 并且自己会一直陪着他附件的 春生不想因为自己一直耽误小梅 可小梅不可能置之不理的 此刻的他决定一定要把春生的腿回复好 出院的前一刻小梅为了不让春生有心理负担 便谎称了自己这几天有其他事不会再来 等出院后给他送来了一个减缓疼痛的腰疯 以及康复需要的注意事项 随后让春生自生自灭 而春生还在坚持嘴硬 声称不想耽误着小梅 可随后看到注意事项 让他又燃起一次希望 实际上小梅并没有偷懒 而是来到医院帮春生争取康复器材 可是现在器材紧缺 小梅来了五次了院长都没有同意 在他的不断争取下院长最终答应了下来 另一边的齐天在路上无意中发现了商机 了解到了倒卖外卷能拿到很多差价 可是现在换卷的地方都是人山人海的派对 根本轮不上他们 聪明的齐天来到了旅游景点 因为这里是外国人最多的地方 果然从一个大爷口中得知了他手里有很多 便立马把他手里的卷全都一扫空 这笔钱在这个年代可是不小的数目 等到第二天 时隔数日小梅又来看春生了 听到这里春生急了 赶忙的冲了出来 你怎么能瞎说 连忙的给小梅解释了起来 随后小梅又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给春生争取到了去康复医院的机会 春生这次也没有再拒绝小梅 而另一边的齐天几人已经赚得盆满钵满 不久后的春生也将加入他们的商业帝国 而春生来到康复医院才得知 这一台机器是多难才得来的 他才得知小梅为他做了这么多 而小梅也从医生的口中得知 春生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恢复不过来就无法康复了 女人马上结婚却一脸的不情愿 等第二天便立马用眼神魅惑前男友 可是对方已经名花有主了 女人心里很不适滋味 不甘心的她便又偷偷质问前男友 男人并不想和她过多纠缠 而就在之前她单腿残疾最绝望的时候 是小梅一直地在陪着她鼓励她 才促使她的单腿成功地站了起来 而两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甚至春生还来到了小梅的闺房 并且缘分促使春生还发现了当年的书签 顿时露出了一抹微笑 这不就是自己多年寻找的那个女孩吗 现在终于追上了对方的脚步 更加美好的是这个女孩就在她身边 第二天她便带着这份美好来到图书馆 把当年经历的事又讲述了一遍 这份惊喜让女孩激动地说不出话 宿命感促使两人兜兜转转还是在一起了 而另一边的午夜凶林CP刻不起来了 红林因为来到山村做演出很不适应 导致了高度发烧 国华焦急地来看她却听到了这个女孩 此刻的国华才得知她输得很彻底 但随后听到了红林不及时退烧就会发生心肌炎 便连夜打电话寻找药物治疗 询问了七八个人才找到了特效药 红林非常的感激国华 导致了两人在一起也并不是因为喜欢 而另一边的春小组和不但手牵手划着兵 还声称两人要一起划到老 为了完成这份诺言 随后春生便跟着小梅来见家长 这一句手掌也让她面试通过了一半 小梅的父母对春生很是满意 不过现在春生是一个无业游民 她便每天试图寻找各种商机 但是她好像来错了地方 好在是好兄弟齐天准备帮她一把 决定带她去做进口生意 而另一边陈红军也已经如愿升官 她便想着让春生来祭司队工作 可是叶芳却极力阻止 因为好兄弟在一个地方工作很容易隔阂 更何况是上下级的关系 可是红军却坚持要帮忙 而春生对于这两份工作都不想选 但是现在形势所迫她也不得不选 而小梅便开始鼓励起她来 春生也和她想到一起去了 决定先去祭司队过渡一下 春生也因此解锁了一个新皮肤 但是第一天上班就发现了问题 明明符合分房子的老同志曹彪竟然没分到房子 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于是晚上他便询问起来负责此事的红军 红军见识好兄弟询问 便把真相说了出来 春生听到后觉得这是公报私仇 而红军决定一年以后等老薛走后 他会帮助曹彪安排房子的 但是第二天红军便一顿埋怨 原来是春生把几个人叫到一起 当面揭穿了老薛公报私仇 因此红军便得罪了上级 叶芳这次很赞同春生的做法 而他当时也劝阻了红军别让春生去祭祀队 以后两个人也会因为此事产生巨大矛盾 渐渐的春生让各位同事都越来越配 红军也慢慢的成为了配角 导致了他对春生越来越不满 转眼到了过年的这一天 大院里的发小再次聚在一起 但是一切也都变了 女人怀孕十个月流产才后悔自己嫁错了人 当初三个男人都围着他转 但他自己却把路走窄了 其中的齐天也已经结了婚 春生也找寻到真爱和小梅在一起了 现在只剩下了国华一个人可以选择 这股落差感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为了挑战一下自己的软肋 他便主动提出和国华结婚仕途让春生吃醋 可不料对方并没有吃醋 反而和爱人相识一笑 他还是不甘心便准备实施第二个计谋 第二天把大家约到时差海滑冰场 因为当年春生就是在这里对他一见钟情的 而他这次还穿了和当年一模一样的衣服 其目的就是想让春生回心转意 众人看到都感觉出了火药味失足 随后春生便带着小梅赶了过来 本以为几人要当场吵起来 可不料小梅主动给他们留下了独处的机会 他再次声明自己快结婚了 想着让春生挽留他 可对方却不给他机会了 随后春生便转身离去 红灵的最后一丝幻想也就此破碎 而此刻的春生和小梅也即将迎来幸福生活 他又再一次地把小梅带到了两人第一次相识的地方 小梅已经等他这句话很久了 而红灵也将春生送给他的话烧毁了 此刻的他也准备向前看了 而另一边的黑子想要盼自己无期徒刑 他越来越不放心做模特的妻子 第二天便把对方打得鼻青脸肿 还来到他工作的地方大闹 最终还是被警察抓走了 而小灰这次也彻底失望了 拿起行李便离开了这里 而红灵的好日子也要到头了 军队要进行大裁军 他所在的文艺团就在其中 而他当初就是为了自己的前途才抛弃的春生 现在就连自己的梦想也要破碎 好在是国华市军区的副营长 也只能把希望全技拖在国华身上了 让他心里的落差感油然而生 此刻他便决定了和红灵一起回北京发展 而黑子出了监狱后又干起了走私 并且这次货还被海关给扣了 一番交集之下他便来找到春生 谎称自己只是有批货被海关扣住了 走私的事是丝毫没提 春生觉得这是小事便答应了 但是第二天春生才得知了真相 而这日后会给春生买下很大的隐患 导致了他丢掉了海关铁饭碗的工作 同事们也纷纷不舍 而这一切的缘由是因为黑子走私香烟被扣了 起初找到春生帮忙无果后 他便只能另寻别的办法 因为扣押的那批货是他的全部身家 那可是拼门的保命钱啊 并且此次还是借的高利贷 手下的兄弟也实在扛不住了 他迫于无奈便来找到陈红军帮忙 而陈红军作为春生的好兄弟 却想着借此机会把春生逼走 甚至还把李夏刘喊了过来 三个人狼狈为奸想了一个计划 到了晚上黑子便冷扣下的货 以春生的名义全部运走了 黑子将货物处理完以后 还澄清在分钱的喜悦当中的时候 警察最终还是找上了门 将他们几人全部抓获 但是当时李上游以他的老婆威胁他 所以黑子被抓后肯定不敢说出事情 而陈红军这次在坐收渔翁之力 全然忘记了自己有今天都是春生帮的 另一边春生还是被纪委找上了 黑子出货的单子上都有他的印章 这份证据足够将春生压垮 好在是他给自己留了一手 他所有批过的单子都会留一个备份 这才是没让对方得逞 回去后的春生借酒消愁 他早已经发现了其中的端倪 最让他伤心的就是昔日的好兄弟将会渐行渐远 而红军却是一点情面不给他留 他又找到李下留 让对方写一封举报信举报自己 果然第二天纪委也找上了他 而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春生内疚 他知道自己为了春生的事被纪委调查了 春生肯定会自己离开的 果然他出来后春生等他许久了 他也终于将自己的绊脚石踢走了 而春生也并没有揭穿他的证明 其实红军要是直白地跟他说的话 也不会让春生如此寒心 等第二天他还是给红军留了一条后路 自己主动地离开了这里 红军心里的石头这才放下 而这里对春生来说也没有任何留恋 同时叶芳也得知了此事 他没想到丈夫竟变成了阴险小人 联合外人诬陷自己的好兄弟竟是为了他好 红军的路也将会越走越窄 红军听到这话还是没有一丝悔意 无奈之下叶芳便替他来找春生 可春生却一点都没有怪罪他 叶芳的心里更加愧疚不已 相比之下石刹海F3的塑料兄弟情 却远远不如军队的F4真挚的勇 遗憾的是其中的两个都死在了战场 他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看他们 而谨慎的断雷也得知了现在春生比较困难 便向他引荐了之前的珠宝商人向南 当年春生不顾危险救了他一命 现在向南发达了 他决定拉春生一半 便每日给他们两个灌输起来翡翠的知识 想要春生把生意做到北京去 而另一边的红灵也因为拼命练习小提琴 导致了流产 事后国华才得知红灵早就知晓了自己怀孕了 如果早早地告诉国华就不会出现这种事 这个问题红灵也没有回答他 两人的婚后生活越来越令人窒息 男人做了两年无业游民导致他头都大了 可短短两月后他竟迎来了事业的成功 并且和心心念念的爱人终成眷属 而男人之所以成功离不开他那来自心底的真诚 甚至就连岳父的灵魂拷问他也能坦然面对 而这几句话也让小梅乃至岳母都对他刮目相看 相比之下嫁入豪门的红灵越来越惨 他那骨子里的傲气在婆婆面前就像跳梁小丑 婆婆因为他在乐团拼命工作导致了流产 便偷偷地辞掉了他引以为傲的乐团工作 面对此事国华确实也不敢吱声 听到这里婆婆也毫不在乎 因为他的心底里就看不起红灵 但红灵自己选的路要破崖也要走下去 而另一边春生的日子则是越来越好 向南特地带了两箱翡翠来找春生 春生依靠自己的人脉打通了北京的市场 虽然双方痛快地达成了合作 但向南知道春生的违缘 就算这次盈利春生也肯定不会拿分红 便故意谎称下一批翡翠的钱自己不够了 钱的事情我经常凑 而向南的目的就是到时候让春生合理地拿到分红 春生在凑钱的机缘巧合之下 也把自己的姐夫齐田带上了致辅之路 齐田也毫不犹豫地决定把钱接寄给他 不久后几人这次的合作非常的顺利 向南爽快地把一半的利润拿给了两人 可即便如此春生还是不肯收下 好意我信你了 到最后在向南的强烈要求下 春生迫不得已便答应了他 而他挣了大钱后也并没有忘本 而是来到了疗养院来看之前的病友 他发现太多的人需要医疗器械的治疗 但是苦于现在这样的器械特别少 导致了很多人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 他曾深深地体会过这种痛苦 此刻的春生决定帮助他们 第二天他便委托了红军来到一家医疗器械的店铺 而如今的红军已经成为了局长 来到任何的地方都得给他几分面子 一定向您保证便宜 春生便以极低的价格拿到了一批医疗器械 随后他便把这些器械捐赠给医院 而院长正需要这批器材 他不但将钱付给了他 还决定以后把采购的事也交给他 春生再一次地发现了商机 不但能帮助更多人也能拿到一些利润 但喝水不忘挖紧人 他第一时间找到向南把想法告诉了他 但像南做翡翠生意都忙不过来了就婉拒了他 春生也不好强求 等第二天春生说干就干 还成立了公司以他和小梅的名字起名为春小 并把自己的几个发小全部缴上了 他分工明确 知道谁擅长什么便让他们做什么 但是好景不长的是 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他跑的第一家医院就被残忍拒绝 对方已经有了专门的供货商了 就连找寻曾经认识的医院主任也无济于事 而对方只在乎价格和利润 并不在乎产品的质量 春生一次次的碰壁 促使他丧失了不少信心 小梅连忙的安慰他万事开头难 并且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等第二天便带着春生回到家里 因为他的岳母是经习医院的主任 并且他对春生的一番介绍很满意这批器材 三个人当中有两个怕好兄弟开上路 他们短短数日未见就发生了质的变化 其中陈红军最为致命 他自从当上局长后便改变了初心 不但每日让妻子独守恐 而且品酒女只是给了他一个眼神 他便开始把吃不住 随后连夜和女人探讨起来品酒 等回去后还是被妻子发现了 而叶芳并没有叛他无期徒刑 而是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 另一边的国华也半斤八两 他每次看到红林就像一块石头堵在胸口 虽然口头上说这些话 但是以后的日子里 他便故意冷落起来红林 之前的爱意全然当作了浮云 最终两个心术不正的人凑到了一起 决定一起做生意并要把春生比下去 国华听到这话也觉得自己行了 而春生这边迎来了双喜临门 不仅和岳母所在的京西医院达成了合作 成功地给旗下的员工发放了工资 而且还意外地当上了舅舅 这可把他高兴坏了 同时其他各大医院也认可了他的医疗器械 眼看公司就要越做越大 可是不久后又迎来了双杯临门 齐天进货的时候被昔日的朋友给坑了 轻易地相信了对方从他那里拿了火 导致了医院里的三个病人腿部受到捉伤 春生听到这话非常的着急 但他必须主动承担起这份责任 再多的赔偿我们都得赔 但是这笔钱是一笔天文数字 春生硬着头皮答应五天内把钱凑齐 眼看时间已经过去三天了 现在的钱还远远不够 而此时又收到了战友段磊寄来的一封信 果然麻绳专挑戏处断 段磊在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 因为腿部残留的钢钉导致了他的牺牲 最终的原因还是因为当时的医疗器械不够 此时的春生更是决定要把国内的医疗水准提高 便把自己的所有积蓄全部赔了出去 并且他决定要自己生产医疗器械 救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而醉酒后的春生还是绷不住了 最终他还是哭了出来 他的兄弟生涯简直是太难了 背叛的背叛牺牲的牺牲 而另一边的国华和红军生意也越做越好 慢慢的两人也成为了大老板 红军的心境也越来越高了 每次回家都和妻子大吵一架 他率门而出准备找个地方倾诉一下 而他此时才发现以前的知心好友春生 已经和他渐行渐远 一眨眼数年过后迎来的新时代 国华也搬进了大别墅 但他对红林也是越来越疏远 只有春生和小梅的感情越来越好 而红军和国华也准备把生意做到国外 这下终于可以超过春生了 可是这次的合作伙伴进来的那一刻 国华彻底的傻了眼 任凭他如何努力还是被春生压了一头 他的心里很不适滋味 等三人小酌之后 春生还是留下了国华 相比红军之下 国华也并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 对于这个问题 春生一直保持着初心 其实变得都是他们自己那虚荣的心 他看到红林又在拉小提琴 一番阴阳怪气之后 他便准备去课房顺 妻子每天双眼无神在家里摇晃红酒杯 丈夫回来跟他说话 他也直接无视 而他的目的就是想结束这段婚姻 两人的感情越来越令人窒息 直至丈夫说出了他的初恋春生的名字 让他一起明天去参加他孩子的生日宴会 他才是不那么死记沉沉 并且他的心里又波动了起来 他也始终没有忘记春生 看着自己的姿色不减当年 他还是决定想搞一些事情 等到第二天 他便当着众人的面骨一送孩子滑冰鞋 因为当年他就是和春生在滑冰场相恋的 此时的国华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听到这句话 国华更是身无可恋 小梅为了避免尴尬只能将鞋子接过来 等回家后丈夫便又质问起他来 这一句话再度刺激了国华 而就在之前他和春生已经兵事前嫌 两人还将达成一个合作的关系 迎来一个事业上的共鸣 可又因为这次红林的原因 让他又开始犹豫了起来 而另一边的红军和李夏流又坐到了一起 两人又一次的想谋害春生 同时他也决定了和妻子离婚 恰好回去后妻子已经准备好了证件 因为他偷偷的在外面已经有了三岁的孩子 两人的婚姻也和国华一样走到了尽头 等第二天两个难兄难弟聚到一起 这次也只能跟春生的春小公司合作 因为只有他的公司掌握了核心技术 国华听到这话也被蒙蔽了双眼 红军便顺理成章地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第一步便是让李夏流来找到黑子 他得知现在黑子玩股票输了很多钱 还借了高利贷 便拿出金钱来诱惑他 让他去偷春生的核心技术 黑子听到这话有些犹豫 李夏流健壮还答应 这是成了会把小慧的消息告诉他 黑子听到这话立马便答应了 等第二天春生还在苦苦地等待国华的合作 可对方已经带了外商来到李上游的工厂 殊不知国华将为此事付出巨大代价 而春生这边也发现不对劲了 李上游没有核心技术 根本没有合作的资本 于是他便来到研发中心查明真相 果然工作人员告诉他黑子曾经来过 好在是黑子窃取的是有偏差的数据 这才让春生数年的努力没有白费 而此时的黑子已经跳槽到李上游的公司 齐天愤怒地给了他一个大逼斗 又跟他彻底地断绝了兄弟关系 而另一边的三人还庆祝了起来 这下终于可以把春生打压下去了 春生这边也是默默地发展着核心技术 终于这天自己的专利成功地申请了下来 不久后国华这边还是东窗事发了 外商把他的所有货都退了回来 因为这批货根本不符合国外的标准 公司上下瞬间濒临破产 而他的钱也已经支付给了李下游了 随后他便来质问李下游 可对方却跟他玩起来文字游戏 在合同上仅仅是少写了平均两个字 就让国华对他也无可奈何 只能说国华害人中害己 此时的他后悔也没有任何用 最终他是与虎谋皮自食恶果 而黑子这边也准备泡沫 但是警察已经等他很久了 将会判处他五年有期徒刑 梦中的那片海终于迎来了大结局 石刹海的老几人历经了生死艰难 好在是结局没好 其中的国华在自己公司 即将破产最绝望的时候 是自己最对不住的春生 又给他送来了一束希望的光 拿出了自己的核心技术帮他生产气血 而帮他的理由也只有一个 两人的兄弟情这次真的重归于好 而在这一次的大年三十 众人终于聚到了一起 但国华却是一个人 估计地站在窗前 春生一眼便看出了他的心事 便让他把红灵叫出来 可红灵还是那般死忌 沉沉地躺在沙发上 他也并没有接听国华的电话 咱们绕路去接他 这下几个人彻底地凑起了 他们相继地拍照留作纪念 轮到国华两个人 红灵便把萧贝贝喊了过去 可能他也是真的想有个孩子吧 回去后的两人 在红酒的加持下敞开心扉 他们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国华也很是后悔 两人没有早些把心事说出来 导致了两个人最终 还是没走到一起 第二天红灵便飞去国外 继续了自己的音乐梦 而春生和国华磨难还在继续 合格的器械已经生产出来了 海关的批文却迟迟地下不来 而这一切就是陈红军搞的鬼 春生这次也不再顾及 以前的兄弟情谊了 在他的前妻夜放那里 拿到了他的贪腐证据 第二天红军便喜提了一副银手桌 像他这种恩将仇报的人 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同时李夏刘也被绳之以法 他长期和红军进行全色交易 也被请去了吃老饭 本以为这就能圆满结束了 可是不久后 春生工厂的员工被诊断为传染性流感 小梅当机立断 让春生尽快隔离旗下员工 他们当中极有可能已经被传染上了 而现在恰好又是 国华和外商谈合作的关键时刻 但他这次要决定留下来 陪春生度过难关 春生却像是上次踩地雷的时候一样 而国华这次也不会辜负春生的厚望 春生的幸福力也是极强 大家都愿意主动留下来进行隔离 医院里也开始了和病毒的艰难斗争 小梅一直地接触病人还是感到了不适 最终她还是被感染上了 她深深地知道这次病毒的可怕 许多的病人也都没有挺过去 她便向春生交代后事 春生对小梅的性格很了解 她便开始视若自己的公司 现在也濒临破产 她也快撑不下去了 小梅知晓了这件事 她决定自己更要坚强 帮助春生一起度过难关 但不久后小梅还是进了重症监护室 春生打不通电话交集地就要去医院找她 而此时的齐天劝说她要冷静 大局观为主的春生任凭心里在难受 在此刻也克制住了自己的内心 而小梅在春生给的坚强意识下 还是睁开了双眼 在鬼门关走了一趟的 她仍旧坚持奋斗在一线 她深知许多的病人都需要她 而春生也号召旗下员工大批的制作口罩 免费地发放给需要的人群 并且自己手里的积蓄也将捐赠出去 最终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 成功地战胜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两人的再次见面激动地相拥在了一起 一眨眼半年过后 大家再一次地聚到了一起 国华在国外的日子也过得美滋滋 而叶芳也谈了新的男朋友 她会将大家的经历写成一个故事 石刹海是他们梦开始的地方 但人生也不止这片石刹海 希望大家都能走出石刹海 看一看更广阔的天地